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电线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要说这个政协机关报 ECFA不排除终止台34产品恐取消关税优惠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将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早收清单中农鱼等产品关税减浪等措施 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1月20日引消息表示 未来包括槟榔带鱼等三十四种零关税台湾鱼农产品可能被取消关税优惠 人民这些报20日发表题为大陆研究扩大终止ECFA产品关税减浪的报道 引述多名大陆两岸专家采访时指出 中国商务部本月宣布你扩大ECFA下关税减浪产品范围 是对民进党当局错误做法和政治操纵的正当反制 若其不做反思不排除ECFA被终止的可能性 即上月21日宣布终止ECFA下十化也十二项税务产品的关税减浪后 中国商务部1月9日又发布公告称 将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ECFA早期收获农鱼机械汽车零配件 组织等产品关税减浪等措施 人民这些报报道成记得注意到 在商务部的最新表态中明确提到 将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ECFA早期收获农鱼机械汽车零配件 仿制等产品关税减浪等措施 有消息指出 未来包括槟榔 带雨等在内的大陆 与台湾的34种零关税浪余产品 都将被取消关税优惠 那么大家要知道 联名政协报 最新的政协是政治协商 也是呢 这个解决两岸问题的 属于是政治解决两岸问题的 这个领导机构 那么这个呢 是政治上的层面可以去操作的 军事层面 国家安全层面 那个是由强力部门 枪杆子刀把子去做 那么对于台湾呢 其他的相关部门的宣传部门都是笔杆子 这边也是对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口诸笔法 那么要有实实在在的政策出现 那就是这个取消这个ACFA 那么34项 这个渔农产品呢 老明就说了 这个渔农啊 主要就是台湾南部 民进党这个嫖娼 因为台湾南部属于叫做乐带季风气候 它的北部啊 就是雅乐带 这个季风气候和湿润型气候 跟大陆这个淮河以南的 这个气候状况是一样的 但是它南部是乐带气候 所以说呢 适合种植这些乐带鱼类 乐带的这些水果 所以说这些农民 渔民 这些老农 基本上呢 也是民营党的这个票仓 他们呢 是不了解什么叫自由民主的 他们只知道 我是大家都是父老乡亲 胳膊肘都要往内拐 所以他们基本上 这个是无脑投票这个民进党的 那么这些人呢 一定要被打击的 你大陆现在即使没有对台湾采取实质性的统治 但是呢 你对他们的打击呢 也是可以逐步进行的 赖清德他自己也说过 他说我们不需要什么X 对吧 那这个呢 我就觉得 既然他不需要 那你中国大陆还给他干嘛呢 对不对 台湾的民众 不是最新这个民调调查显示 只有百分之二点三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对吧 为此这个罗元也讲了 如果你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绝对是不会手软的 那我觉得还有什么必要搞这个ACFA呢 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就断掉了 你就他的浪力是单方面的 但是你的浪力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任何的进步 相反的 他们还这个吃拿卡药 相反的 卖给东方大陆的产品都均是这个残次品 所以说这个是汪先生全体没有必要的 不要再搞什么像一些什么国台办 还在福建那边恢复什么石斑鱼进口 傻了把鸡的 石斑鱼凤梨 就让他们学校里面那些孩子去吃嘛 他们不是吃莱猪也没任何声音嘛 美牛莱猪 日本核食 对吧 所以说呢 你看看他们现在这个发育长得那个样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比一代丑 这也是事实 所以说这个ACFA 它作为一种和平统一的手段 其实早在2015年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问马英九 这个这么久了 要合同了 马英九说让台湾人民去选择 其实就是不同嘛 其实ACFA其实早就可以断掉了 两岸就是属于一种敌对状态 最近呢 这个刀把子机构 枪杆子机构 都对台湾放了这个非常狠的这个话 而且是大使得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 我们在经济层面 经贸层面 就没有必要再对它手软了 穷台政策必须全部出来 整个ACFA全部都断掉 断干净 断干净 不要给台湾任何的这个狭想的空间 没有这个必要性 所以说呢 我坚决支持断ACFA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 而且老编已经说过了 台湾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球赛 以中国在踢足球这个球赛 为依据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 这个台海这边的情势 我说现在已经比赛进入到第80分钟了 那你看 确实是中场比赛要结束了 因为现在这个川普势头很猛的 这个拜登的这个支持率 达到了这个历史的新低 而且民主党他们已经输掉了 这个国会众议院 这就是所谓的 算是美国人民的选择吧 他们这个 因为大家要明白 共和党上台 我感觉是大概率的时间 因为现在你看到没有 西方极左政策的失败 极左政策的失败 导致着西方现在越来越多的 极右翼势力上台 欧洲你看 波兰是个极右翼政府上台 斯洛伐克是保守的右翼政府上台 匈牙利是右翼的 西班牙是右翼的 对吧 然后这个瑞典是极右翼政府上台 荷兰也是这个极右翼政府上台 捷克这些什么都是极右翼政府 全都是这些政府在这里上台 那么也就是说 你美国的极右翼也是会上台的 因为他们会喊口号呀 你看这个阿根廷不也是极右翼上台吗 他们整个西方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机制 穷就是穷的时候就是纳粹就是极右翼 富的时候就是就是自由 就是极白左啊极左 所以你说拜登现在这个秩序这么低啊 这个 这个川普 他上是大概率的 所以你看 还有这一年时间 这个这个十分钟比赛就结束了 那川普上来的话 老兵说过了 我大概的感觉他肯定是会暴虐中国的啊 大家要明白我们不可以不可以否认的一点是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国内开始不景气了 国内开始这个 挺进入到萧条了 就是从就是他们2018年这一年 也就是他2016年开始左手对中国搞贸易战 开始啊 呃这个时候提出计划 真正开始是17年 年底啊 18年就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很萧条了 19年更甚啊 贸易战打得很厉害的 19年不是打的这个 这个这个中国派刘鹤就美 就特朗普就是在那边向教教教训刘鹤嘛 办公室里做老板椅上面谈大圣椅啊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中国就已经很萧条了 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改变这种全球啊 主义的啊 逆全球主义的主要的推手就是这个川普 上台以后啊 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啊流氓政策 当然他也没给美国带来什么繁荣啊 说什么要让制造业重新回美国 这也是不可能的啊 建厂计划基本上就不行 啊 而是说他对中国的这个政策 是集团敌对的啊 而且现在他又是经过这四年 你的这个布局啊 对吧 他也是把你当作投号敌人 所以说这个解决台湾问题啊 必须要快了啊 这没有什么好耽搁了啊 到时候这个 现在这个拜登他还是不敢跟你打 或者说第一任期的特朗普 也是不敢跟你打的 那如果是第二任期的特朗普 他敢不敢跟你打啊 啊 我感觉真的他妈有这个可能性啊 因为他们这个共和党这个这个政府是 你看看 现在做出这些事情 基本上 美国几乎所有的很多反华的这些事情 还有就还有就是 民主党内部的这个极左势力的这个推动啊 所以说呢 川普如果上台 绝对是绝对是对我们是是不利的啊 你想要有利 就川普的这种 对中国进行这种暴 暴击暴虐 啊 对吧 因为他过去他还是斗 他还是以斗为主 那现在他直接给你来干了 对吧 那你肯定要占据一个好的位置 台湾南 台湾南下 以台湾为前出基地 啊 直接威胁美国 啊 关岛夏威夷 还有美国本土 啊 随时随地可以封锁三大海峡 这个是服务于战略层面的 对吧 啊 所以说我们这一点一定要保持清醒 啊 还有一个新闻 也是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友好的一个新闻 啊 这个日本的 共来的插手你中国的啊 这个内政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啊 日华 那号召跨党派议员参加520就职 判邀蔡英文 所谓卸任后访日 日本跨党派友台议员团体 今天召开临时大会 会长古屋龟斯众议员在会中表示 将号召跨党派议员组终在台湾参加520的旧日大典 并希望能趁机安排在台湾举行台日美战略对话 首次的面对面会议 另外 会中又有多位议员提案 希望邀请参议文总统卸任后访问日本 啊 访问日本 也就是美台对这个 啊 就是美日啊 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干涉呢 是要赤裸裸的了 什么的美日台这个什么什么峰会 啊 这个非常的夸张啊 非常的夸张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差不多啊 穷台该穷台就穷台了啊 该这个打就要打了啊 反正是做战斗准备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